欢迎收看今天2月5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带您关心的焦点话题 就是有关目前电视上到处都看得到的正论性节目 很多所谓的名嘴在节目当中不但评论时事 还主动爆料 但是内容不见得都有事实根据 却成为其他电视新闻跟进报道的题材 而面对这种现象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打算要透过修法 明定新闻制播还有评论 必须要符合事实查证原则 否则就要被罚款30万到200万元 甚至停播节目 打开电视 新闻频道随便转都看得到正论性节目 固定来宾有资深媒体人 有立委 也都成了所谓的名嘴 有人不仅在电视上评论时事 还常常爆料 成为其他新闻媒体所引述的消息来源 不过如果所引述的内容没有经过查证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打算对电视台开罚 自播新闻及评论 应符合事实查证及公平原则 那这样的一个叙述 基本上是彰显出 本会对于卫星广播电视事业 经营者的一个期待 NCC所公布的卫星广播电视法修正草案 新增规定要求新闻直播及评论 应符合事实查证及公平原则 如果违反可能被处以3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还 这边所谓的事实查证 并不是要求事实内容一定要是百分之百的真实 但是至少媒体业者应该要就他所提出来的资讯来源 以及他所提出来的证据资料 认为有相当理由的确信基础 最后累计处罚的次数 我们这次好像是超过三次以上的时候 其实主管机关就有权利可以停播个别的节目 不过这项新的规范究竟是NCC要主动监看 还是被动接受民众检举 NCC表示将是个案额定 NCC打算用高标准来导正不实的电视新闻 和政论节目内容 但是发动机制以及判定的标准 有必要更清楚界定 否则可能会引发前置言论自由的争议 记者张金张子佳台北报道 NCC修法的动作被外界解读为名嘴条款 而名嘴们今天不分蓝绿都有人不以为然 像是国民党立委邱毅认为 NCC的规范根本就多此一举 另外曾经担任新闻局长的政论节目主持人 谢志伟更批评 这已经不只是名嘴条款 而是闭嘴条款 显示政府想要钳制言论自由 NCC即将要公布的卫星广播电视修正草案第20条 直接冲击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新闻政论节目 虽然NCC强调将来开罚是罚电视台 而不是来宾和名嘴本人 但常常上节目爆料揭露独家消息的国民党立委 求一见鬼 这是多此一举 NCC如果要去规范 我觉得多此一举 因为目前刑法上已经有规范 而且告诉的门槛很低 告了以后不但可以告刑事 还可以告民事 侵权求偿 而目前担任政论节目主持人的 前新闻局长谢志伟更批评 这样的立法根本是要叫大家闭嘴 钳制言论自由 不是名嘴条款 是闭嘴条款 只要政权本身 他要巩固他的独霸政权的时候 他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何来钳制言论自由 不过有法律学者认为 即使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也会受到一定的节制 因此只要NCC能清楚执法的尺度 这样做反而有助于减少 不识言论的爆料歪风 对于错误的 或者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东西 本来我们就一向认为这是可以规反的 所以言论自由不保护完全无地方式的指控 廖元豪也提醒 NCC要修魏广法 重新整顿新闻媒体的秩序 不应该无限上纲 尤其是不涉及事实错误的单纯评论 这是每个人的言论自由 不应该把它列入处罚的范围之内 记得临近卖刘翰林台北报导 台湾民众在料理时 经常会用到的红标米酒 一瓶要价180元 让很多人嫌贵就改买私酿的米酒 结果现在红标米酒的市占率只有5% 这等于说其他95%都是私酒 但是这些私酒的品质很不稳定 可能有害健康 因此财政部正在研究要调降米酒税 未来红标米酒渴望大幅降价 到一瓶50元左右 煮烧酒机一定要用大量的米酒才会好吃 但石油的米酒到底安不安全 根据统计 台湾烟酒公司所生产的红标米酒 市占率只有5% 其他95%都是私酒 而且价格比起烟酒公司要便宜很多 烟酒公司的米酒一瓶要价180元 但私酒却是一瓶20块左右 立委说有问题的酒喝下度后 可能会酒精中毒 小吃店甚至卖尤其是加母鸭店这些 他们所用的酒精里面含的毒素都非常的高 那对国人的健康已经危害到 而水酒之所以猖獗 主要就是因为烟酒公司的红标米酒 一瓶180元价格太过昂贵 民众买得一元低 因此烟酒公司希望政府能够降低税金 以米酒税一公升改科50元的税为例 一瓶0.6公升红标米酒的税负 可以从目前的111元降为30元 减少81元 换算下来 红标米酒可以从目前的180元降到50元左右 那么25度以下呢 我们就降成50块 那么50块乘上这个0.6 就是普通我们0.6公升一瓶 就变成税变成30块 就不是185块 所以变成30块以后 加上产销跟这个成本 一瓶米酒大概50块到60块 就可以合法销售 至于米酒何时降价 烟酒公司表示 不需要经过WTO的同意 自行修法就可以 财政不过这严你调降 如果顺利的话 利润下个会期就能排入议程 最快今年内就可以降价 接着陈晓清 王威雄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王威雄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王威雄 台北报道